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半阶段结束完了以后 大家进行了一段的修整 这也是维甲的惯例 对 惯例 然后从今天开始的话 维甲下半阶段的话就拉开了栽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中信北京队 对 广西华兰队 是的 对 因为这两支队伍的话 他们的主将是特别厉害的 一个是韩国棋手李世诗 韩国外援 对 另一位是目前我们分头 比较近的一名棋手是陈耀叶 是的 等级分第二位 那陈耀叶和李世诗 应该都是中韩两国 现在是应该是 可以说是领先的领军人物吧 对 顶尖的 特别是咱们看那个今年的春兰杯 这个春兰杯的决赛 是在他们两个之间举行 最后的话是陈耀叶的话 2比1战胜李世诗 是的 同期了春兰杯 其实李世诗和陈耀叶呢 这是第12轮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资料 他们在第一阶段的第一盘棋 两人也相遇过 那盘棋呢 是李世诗获胜了 对 而且呢 因为李世诗的胜利呢 广西队也是2比2 主将胜了中信北京队 所以这一盘棋 我觉得有点像 因为维甲呀 它是两个阶段 在第二阶段呢 会把第一阶段的这个对阵重复 对 所以很容易两位棋手 再二次交锋 像一场这个复仇之战一样 是这样 所以说维甲的 无论上半战斗和下半战斗的话 都是很精彩 缺一不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 进入一下棋局 对 比赛的精神 好的 这班棋的话 等于是陈耀叶的黑棋 陈耀叶的黑棋 陈耀叶比李适时 是要年轻几岁 年轻六岁 是的 但是从世界比赛的一个大赛的一个资历来说的话 还是李适时的话 等于说是还是显得比陈耀叶更加的经验更加丰富吧 那是肯定了 曾经的第一人吧 现在能说是第一人吗 世界第一人 也可以 目前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应该是世界第二人 怎么说呢 现在从拿过世界冠军的棋手来看的话 李昌浩是拿过最多的 就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冠军的数量上来看 李昌浩17个 李适时是14个 14个 这两位棋手基本上把这个世界冠军 基本占去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对 同样的话 因为现在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说从有了第一个世界比赛以后到现在的话 春蓝杯是最后一个的话 目前看来的话是一共产生了90个世界世界比赛的冠军 其中的话 李昌浩是获了17个 等于说是李适时14个 第三名的话是曹勋炫 他是获得9个 第四名是我们的鼓励 鼓励7个 所以说目前鼓励的话 还是很有希望超过曹勋炫 获得第三名的一个交椅 再加把劲 加把劲 但是要超过李适时的话 难度 不只是要加一把劲 因为李适时目前是14个 再加三把火 对 既然说到世界冠军 那么陈耀燕的目前手中是握有一个 就刚才说的春蓝杯 但这一个比14个 数量上来说 好像比较悬殊 但是从棋力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接近的 特别是从趋势上来看的话 因为陈耀燕正好是 今年获得的春蓝杯 是打败了李适时获得的春蓝杯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似乎陈耀燕的比赛状态是更加好一点 从现在的状态来看 应该是更 好像是更胜一筹 对 毕竟是年轻 但是一盘棋 水平这么接近 胜负真的很难讲 所以少老师我们还是 先进入棋局 是 中国流 白起 直白走了中国流 这个也是进来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白起也下中国流 对 画脚 拆 点33 直接点33 是 这个是 的确也可以说进来的话 大家反复在 怎么说呢 在下了一个变化 这是极其新潮的一个变化 是吗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如果这么下的话 肯定是被老师批评了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棋手在这个局部是研究了相当的透 是的 所以说 目前看来的话 在这个局部上的话 其实我也看见 陈瑶叶的话 黑起也这么下 他白起也这么下 所以说这个目前好话没有定论 就比双方在这方面去研究的更深一点 其实按照以前的我们的理论来说 一般是飞载二路 二路 是一个大致的分寸 或者是拆边 对对对 直接拆回去 但是从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 好像这两手都不是很满意了 所以他直接点33 对 他是寻求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变化 是的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他跟以往的区别在哪 好的 这部档应该是必然的 对 然后扳 似乎白起扳也是必然的 如果拐的话 拐的话 那么等于黑起飞凿完以后又尖凿了 这个是白起不太肯的 是的 所以扳上去也是必然 沾上 白起沾上 黑起飞 对 马上靠住吗 马上靠住 这是以往的下巴 然后黑起是沾上 就冲了 直接沾上 也有沾到下巴 像这样 如果单纯像这样的话 那么应该是黑起不胜满意 因为黑起破的的 破白起的空的话是比较有限 是不是这边还比较宽的情况下 对吧 如果这边是这个情况 那么黑起是可以满意的 对吧 这个比较宽的话 应该白起可以比较满意 但是现在黑起为什么这么下呢 因为黑起有追求的一个更高的效率 就是这个沾要求省略 它就要求走这个 先加 先加 如果你低的话 它才沾 对吧 再加到就便宜了 再沾 如果你在虎的话 可以搬起来 我这个加分力交换的话 沿了一气 本来我才两气前有三气 你再断的话 我一打吃的话 这个就不一样了 是的 如果你搬的话 那么黑起是选择直接脱线了 对吧 才这个了 这边 因为由于这边的话 有个一路猴的先手力 多了一个一路利 对 橘路已经是火起了 不太好吃黑起 不太好吃了 黑起 当然白起 先手力 对 白起外面当然也有许多借用 但是这样黑起 从空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更加积极一点 所以实在 白起 斑是必然 同时的话 白起也选择了变招 没有沾了 可能就有点担心这个加 对 有点担心这个加 黑起先飞 这也是必然的 靠住 对白起必须得靠住 如果白起在这边搬起来的话 如果搬这个 看起来也很诱人 当然也很诱人 这个 黑起 黑起马上飞出来 对 这个实力是比较愉快的 实力愉快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白起曾经的这个中国流 这个位置啊 是变坏了 马上感觉 有点中途半端的 这个意思啊 如果还守在这会好一点 守在的话 那么应该是白起 不错的一个局面 就因为这个子的位置 对 所以 配合不是很理想 它靠下来 好 沾上 紧接着 去跳 跳也是需要的 因为如果单纯退的话 太重了 对吧 白起这一沾 以后这一般的话 这个黑起是有问题 是 那么这个 白起爬的话 也防止了黑起当初 加的一个下法 跳 比较清零的下法 对 白起沾 沾沾 对 也是催促 黑起补齐 黑起补一个 当然从七星角度来说的话 白起似乎应该再加这个 加在四路 对吧 同样是补齐 对吧 加的话 如果你沾 就断不了 是吧 我为什么要走这个呢 它难道是想保留 从这个三路打持吗 这是一方面 那同样的话 最重要的是 如果加这个的话 那么黑起这个粘 就是成为仙手了 这粘成为仙手的话 那这块就活了 就插个先后手 这叫针鲜 针鲜手 黑起补 然后白起是 没有在这边进行纠缠 挂脚 直接挂 挂脚像这样 像这样的话也是 站的下法 目前是比较少 就是形成现在这个局面 对对对 就是一个少见的变化 不如这个当初 这些粘的话 变化比较多 当然我想 经过这几个高手 这么一下的话 以后这样的变化 也会多起来的 马上这个变化的研究 就提上日程了 对对 加 这也是必须得加 如果单纯的走这边的话 那么白起 拆 现在加的话 应该是比较愉快了 是 这样 白起点脚 点脚 白起 一盘转为实地 双方是 分别各点一个三三 对 现在起手对实地的这个 敏感度啊 还是保持的 从头至中 应该是 非常的敏感 对 围棋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 就是每个时代的起手 对实控和后事的话 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以往的话 在日本 围棋统治世界的那 那个年段的话 大家对后事 这个还是比较看重的 对吧 这个比如说 大都老师啊 然后一些 宇宙流啊 自然流啊 对后事的话 比较看重 特别是奇迷也喜欢看见 高手们都下在外面 然后开始 要么是攻击 要么就伟大控 对那个 比如说小林光一 他们这样的下法的话 虽然你拿了很多冠军 你也是同质 但是好像总觉得 看了不过瘾 但是现在的话 好像基本上的话 那这些奇迷手的话 捞控的手法和极端的话 好像比小林光一 那个时候的话 好像更加直接一点 是的 因为以前那个 我一样重视 小林光一老师的话 好像有个错号 叫什么地下铁 是吧 这个就是 一般都在三路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呢 或是年轻奇手的话 这个根本就是 不管外面的话 有多厚 它讲究一个实战解决 是 就我拿了实地 你拿我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的现操 现操 现操 斗里 这个斗里的话 还是比较愉快的 我这围棋界的潮流 我觉得是不断的变化的 对 最近这段时间 是比较流行 重视实地 也许下一个阶段 会有所改变 是 我们还是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接下来 下一手 黑棋选择了 比较激烈的下方 因为他认为 如果平淡的下的话 好像似乎 这个整个上面的 一个定型 并不是很 很舒展 为什么 现在的话 等于说 黑棋获得了失控 对吧 是的 但是这个失控的话 显得相对来说 比较 这个脚获得比较 不是很舒展的 这么获得 被白棋压缩进去了 对吧 是 而白棋的话 这边的失控的话 显然这里还有一个头 那明显是 白棋的这个脚 比黑棋的这个脚好 这边好 那下边比较的话 下边黑棋一个无忧角 和白棋这一片 这个模样来看的话 好像白棋也不错 白棋不错 最重要是 这边的话 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这很重要 比如说走这个 单长 单长 走这个 应该沾上吧 走这个 那么 这样是一种下法 是吧 这个就是把这个 上面的潜力做得大 那同时的话 如果后市有可能的话 这边能不能寻求一个战机 这也是要考虑的一种 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当然也有 也可以冲这个 再走 再长 长 还是要再飞这个 这也是一种下法 所以一个断点 对 这样可以瞄得白棋的断点 但是由于这个气紧的话 给自身也带来一定的危险 比如说 骨 长完头以后 那么白棋这边 能不能稍微利用一下 哦 它有这种手劲 对对对 这个手劲的话 黑棋是有点头疼 就因为这气紧的原因的话 它这个手劲才能发挥 是 嗯 所以说但是 种种怎么下的话 对黑棋来说是个考验 嗯 这样的话 当然相对比较平稳 但是今后的话 在这里或许会产生一个激战 是 因为白棋不可能让 黑棋这边的虚的东西 变成一个特别 呃 形状特别优美的一个阵营 其实不管是单长 还是冲之后再长 它大概的思路总是在扩张自己 然后 嗯 浅消白棋的 这个模样 对 但实战当中 黑棋选的是另外一条路 是 我们看实战 嗯 冲完之后直接断 呃 长了一下 嗯 长完以后 没有选择飞 它就直接断掉 那这个断和刚才飞 其实是 呃 两种路 对 两种不同的构思了 对 不同的构思 嗯 嗯 管 我在看这里的时候 邵老师 我在想因为啊 骑手 我觉得有的时候 这个心理是很微妙的 对 因为李适时 因为陈耀夜 刚刚在传篮杯上 战胜了李适时2比1 嗯 所以 他们俩在对局的时候 这个 心理状态 是不是 应该陈耀夜 嗯 更占上风一点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嗯 这个就是很难说了 因为李适时毕竟是一个大宗师级的人物嘛 嗯 因为他拿14次世界冠军了 是 呃 我也关注到就在春蓝杯的时候呃 发奖仪式之前 嗯 然后李适时似乎好像带着脸上带着微笑 拍来拍陈耀夜的肩膀 哎 有一张那个比较经典的照片啊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举动 其实很有意思 有点像这个大前辈勉励一下后背的感觉 对对对 也许说哎 这这次你下的不错 你不错啊 这个啊 这个兄弟这盘 这次你的发挥不错 有点这种感觉 对 或者就是说的确的话 那两盘陈耀夜的确也下的不错 嗯 所以说这个李适时好像更多的是一种欣赏的角度来看待陈耀夜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特别产生 就是说谁在心里呃 给对方的话阴影有多大或什么 因为毕竟不是同时代的相差六岁 在微信界应该至少是相差了一代一代人了 嗯 目前看是一代 也许再过那个几年的话 也许新生代谢快的话 也许三次就是一代有可能 嗯 是 好 实战的话 尝这个 他想追求的就是让白旗这边也补一个 嗯 期待他不管从哪里 对 补一手 嗯 然后他在这边 比如说他如果走这里的话 这个就是这样的话 对 哇 白旗这个进行一些猛攻呢 这个太强硬了 嗯 嗯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靠不能靠了 对吧 靠我就直接冲过来了 嗯 嗯 你如果长的话 他就退 退 嗯 你这边做活的话 稍微有点难度 你如果你打这个 我立这个 是吧 这个你才一个眼 这显得有点重 你如果要做眼的话 似乎要拖 拖的话我能不能双这个 或走别的 所以这个也是 也考验着白旗 是的 你考验着白旗 可以冲断吗 这里 嗯 那冲断的话也非常激散 这个是比较复杂了 对吧 冲断完的话 嗯 黑旗能不能挑这个 然后这边有没有头绪 总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战斗 嗯嗯嗯 是 实在里 事实认为 目前暂时 这边还不需要堵 那么他先处理 上面的 抬起 嗯 靠这个 黑旗 扳起来 嗯 大家注意 这个白旗是要反扳的 如果单纯吃这两个 现在就有点小了 那么白旗 黑旗 打吃 提 一可以暂时先不动 先走这边 对吧 那么黑旗 白旗这边的效率不是很高 是 其二的话 他以后一立 还是一只眼 这里 对啊 我一可以退这个 对吧 总共 第二的话 我可以 哎 气了这两个 是吧 要上 嗯 把这分住 吃两个的话 那个 那我这边的效率 就明显比 当初单纯的飞的效率高多了 是是是 这个选择权就掌握在黑旗手里了 对对对 这边我可以飞下来 这边的话或者明显的话 等于说是比单纯的围 你走 然后你再进入的话 我厚很多 嗯 所以白旗这个肯定不可取 可能贪吃这两个子啊 对 嗯 先搬 搬 再打吃 好 接下来 黑旗选择了 先走这边 嗯 这边就暂时放一下 放一下啊 这边黑旗也是在保留一些变化 对对对 是究竟是沾还是走 哪里 就是究竟是走外面呢 还走里面 他也是要根据这边的情况 他先看看这边 先问这边的情况 对对对 很灵活 嗯 很灵活 哦 白旗呢 也干脆不理你了 嗯 嗯 你想要问我硬手 我也不理 只从这边尝一个 对 走 走 走 交住 嗯 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 因为这个交换完以后 把白旗吃这个 变化给走 走近了 对对对 那么这个尝的话就显得 嗯 很严厉了 是的 这几步棋可以看作是白旗的先手 但是其实也是把这个变化呢 走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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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你现在其实比较撑的 比较撑 你实时的棋 对比较撑 嗯 我们看实战 实战 嗯 拖这个 拖 正常似乎应该打是这个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但这边是不是很大呀 嗯 如果吃这里的话 黑旗 黑旗大概煎一个 煎一个 煎这里 对 这三个子 对 也很诱人 很诱人 很诱人 但的确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个 这时候再选择拖的话 那显得有点撑 嗯 这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变化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的 是的 给它简单摆一摆 好的 如果黑旗扳 白旗是断 嗯 如果黑旗打这个 沾上 沾上 嗯 打吃 打吃 走 踢 嗯 白旗扳 由于这个增子 白旗有力 黑旗这个展示不行 哦 如果挡的话 这边一折 沾掉了 跑的话一打吃 对 刚好被吃掉 是 你够长的话 这边冲过来 就冲过来了 嗯 黑旗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嗯 这是一个变化 嗯 第二个变化 黑旗是 有蛙 三蛙 嗯 这黑旗的话 等于说有两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激烈的下法 那我白旗只能吃了 只能吃 因为你这个退这个的话 它就 度过了 可以走一路 对 一路的话 这三个旗筋还是被吃掉了 对 嗯 吃 吃 反打吗 反打 提掉 如果提掉的话 这黑旗一沾 这白旗的旗不落 嗯 它你说可以 可以打这个结 那么这个结比较累了 打这个结啊 嗯 这个 这有点累 有点累 所以说 这个时候白旗是要走这个的 反打 反打 我是沾还是提 提掉 这个是有提 必须得提掉 嗯 提完以后 它打吃 打吃就成为结症了嘛 那我就沾上 先沾上 先看沾上 那么就有可能 就是 形成这样的一个变化 哦 嗯 也是一个转换 也是一个转换 嗯 它这个转换的话 白旗这个位置很差 大家准备没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位置 这个位置 一直是白旗有点耿耿于怀的 对 所以说 这也是 如果放在这边就 这边选择就变化 差了很多 哦 那如果放这边的话 拖的话 白旗黑旗就不往这个 但是又不一样了 对 放到这的话 你拖的话 可能沾长就可以了 是 所以说这个 在这里的话 黑旗是有两种下法的 有两种下法 嗯 所以当白旗拖的时候 橙腰也选择了跳 这个跳的话 也许 嗯 水平高颜的爱好的话 通过我们这些 前面所摆的变化的话 应该能领悟到这个跳的意思 是在这边动手 是做一个准备工作 对 如果白旗吃这个 那么黑旗就可以拌这个 对吧 如果你在断 我打吃 你沾上 我再吃掉的话 当你沾的时候 哦 我可以尝这个了 单尝 对 我这边起一个延弃的作用 这个爱好者 如果前面看仔细的话 应该是能读懂这个 这一系列下法 嗯 显然 李适时也是 看明白了 陈耀业的一个计谋 嗯 选择了 他不在 小剑 嗯 这样的话 刚好还是可以冲出来 冲出来是有一个道铺 有一个道铺 那么 陈耀业选成了第二套方案 挖 挖 打吃 嗯 搬打 搬打 一条 沾上 他他打吃了 他是敲上去了 这个不能沾上 沾上的话 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接下来 黑旗这个跑出来 就显得很严厉了 哦 嗯 这个得两边被白黑旗便宜了 是吧 有点被左右纠缠的感觉 对对 团扰了 这个挡的话 如果你断 嗯 你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这个双脚吃 是 只能单断 打吃 打吃 沾上 接下来还有双脚吃 这个白旗是相当痛苦 如果你再继续补这个 或者挑着补脱 白旗这边压一压 是吧 然后这边糊糊 一度过 这个白旗 索获太小了 索获太小了 而且这三个子被割断了 是是是是 这个是整个的话应该是两边被黑旗怎么说呢 左右逢圆了 左右逢圆了 这个白旗是受不了 断然是不能接受 断然受不了 嗯 所以说有时候咱们下棋的时候 通常说便宜只能让别人占一头 嗯 对吧 你两头都被你占便宜的话 那我就是左右怎么说呢 嗯 有点猪八戒照进去 是是是 那个是比较忌讳的一件事 比较忌讳的 对 你可以占我一次便宜 但是你经常占我便宜 对 那这棋就没法下了 所以这个时候 打结成为必然 这必须得平 嗯 我想正因为有这些打结的话 也是程庄业会选择断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程庄业看见这边的话 黑旗是有结材的 那边有一个冲啊 断的 对 黑旗是一个结库 对 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的话 也许程庄业会选择一些别的变化 嗯 因为在打结的话 断完长弯以后 白旗和白旗拖先 打结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下方 是的 所以说经常有些人问棋手 你考虑多少步的话 我想这可能也是程庄业 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吧 其实这个多少步很难说啊 难说 比如说真子 那就几十步很容易 对 一秒钟就可以算出来 嗯 有一些变化是有必然性的 对职业 对高手来说可能 比较容易就算到 嗯 但有很多时候 可能这个因为围棋太复杂了 对对对 有很多分支 很多分支 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我想即便是高手 可能嗯 对他们来说全部算清楚 我觉得也是比较困难的 是 是这样吗 嗯 第一就是算清楚的话是比较困难 是一方面 第二的话就是说 尤其是还牵涉到判断的问题 嗯 对吧 也许我把所有的变化 我都想到了 到底许哪个变化 嗯 就牵涉到判断 哪个变化是最好的 每个变化图发展 它都可以算出来 对对 对高手来说都没问题 但是究竟哪一种最合理 是 嗯 每个人的判断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水平高的棋手 一般来说都是 判断比较好的棋手 嗯 嗯 因为他总能选择一个 对自己有利的参考图来进行 是吧 是的 是的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好像也像一个第一感呢 嗯 因为下了这么多年 经过无数胜负之后 嗯 究竟哪方好 他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 是 是不是这样吗 对 所以说 嗯 怎么说呢 这下 那经常有人说是棋感好 嗯 那就是说在会计中的话 也许瞬间的话 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是是是 或者比对手准确 是 那么他就赢得了这盘棋 没错 打结 这个是扁的 就像我们一起说 那个沾上的话 这个一挡 一挡的话 这个判断 这不用考虑 有些对直接接受就本能了 对吧 是绝对不可取 那么必须得 必须要打上去 对 你如果沾的话 我再粘回来 哦 那大不一样 这一头差不少 差不少 这个差了 嗯 半手期 对对对 甚至的话 说实在 有些棋手的话 甚至他可以先走这个 先保留着这个打结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高级的一个战术 但是 陈耀业也觉得这个 有可能是不是会下重 或者什么 或者陈耀业认为 就说 这打结的话 我只要通过简单的结材 就可以把你打爆了 是 排局就没问题 嗯 当然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下法 因为他这边的话也是引而不发 对吧 是的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 解决我这边的话 你还得花两手 啊 你一手削不掉 对削不掉 你提掉的话 将来还得再提一手 对对对 当你再提一手的话 那么我这边就不用打结了吗 对吧 我这样可以省一手棋 这个 这个跑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下法 是 但是陈耀业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下法 比较简明 嗯 打吃 通过 算这个结材就够了 提 从 这必须得打 如果 如果小姐 沾上的话 那么这个被 哇 上面这个也是很大 实力非常大 这相当的大 这个 邵老师 如果具体理到木数的话 这个价值大概多少木 这个四五十木 应该是 四五十木啊 对对对 因为这个效率相当高 你看 黑棋 白棋是一二三四五五首棋 嗯 六首棋 到这个的话 那么黑棋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首棋 是 呃 如果我们再把它还原的话 对吧 把这全拿不 自己拿掉 嗯 等于是 白棋 黑棋有个 一个腥味 再加个大飞 呃 对吧 嗯 那这个 跟这个图的话比的话 是没法比较的 对 对吧 就算黑棋这个 呃 如果你看 咱们给大家 所谓的复杂的摆一摆 嗯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黑棋形状 跟前面的黑棋的形状哪个好 当然是实战当中的这个形状 就冲下去的一个形状 是 对 但是从指数来说的话 黑棋这边已经比实战多一首棋了 还多一首 多一首 就实战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 少一首棋 还要比现在这个图 更厚实 木数更多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冲下去的话 其实对白棋来的时候的话 损伤是很大的 就您觉得这个刚才说的木数 不仅仅是棋盘上体现出的木数 还有对 像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对子效 对 第一就是先先损一首棋 嗯 第二 嗯 还不止一首棋 还不止一首棋的效果 是吧 是 就一首多 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 大家注意 这个被冲下来 是相当的可怕的 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被冲下来 嗯 而白棋在这边的得到的话 没有得到一首棋 为什么呢 就等于我长 我走完以后 我从这个 你补了一个 嗯 对我飞了一个 走了一个这个 你多了一个这个 哦 你才对一个这个而已 邵老师从子效 这个手术来跟我们判断 这个结的得失 所以说当然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厚 对吧 这个这个图的话 也是比那个图比较厚 但是这个 这个转换的话 也不能成为其转换了 嗯 我们继续看 把这个摆一摆 这个挡是必须的 嗯 挡住 黑棋 梯节 嗯 白棋第一 得沾上 是吧 这边还少一个白子 白子 嗯 这个白子 嗯 提过来 提过来 沾上 没有 先没沾是吧 没有没沾 哦 开去找结 斑 嗯 这也是一个 这个结也不能不理 黑的也不能不理 这个一打下去的话 那么黑棋这两块的话 已经是是 被分断了 还是要走 嗯 这是比较委屈的一个下法 这个是白棋比较得力 为什么呢 黑棋 如果没有 这个打结的因素的话 那么黑棋最强应该是 裹着的 是 嗯 如果黑棋没有这个考虑 因为结材的考虑的话 最强下法是 可以唬出来 白棋恐怕也不敢斑 嗯 对对 是 所以现在黑棋 实实是一个 这个扳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嗯 比较愉快 先手扳 提 那么 断 大家注意啊 这个断 断上去的话 他这两个都是损的 是是是 损的 尤其这一段好像更损 嗯 是 对这个结应该说是 呃 一定要取得一定的获利 是 这个损失 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 但陈尔燕认为 只要把他打赢的话 这个损失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小地方了 粘上 粘 可以先粘一手 打吃 嗯 提 那陈尔燕认为 只要我一门心思 把他打赢的话 那么就没有问题 是吧 这一粒 粒 相当损啊 吃掉 嗯 所以这个损应该是 提 势在必得 势在必得 挤 嗯 要一个 还要粘上 粘上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损 还有 还有好几个损 提 上面打吃 嗯 加上 你确实也是比较 下的比较硬了啊 因为他完全也可以 折着 是吧 实乎的话 对 嗯 然后他利用这个结材 再有一个结 嗯 但是他一看清 就是说 你在损完以后 程庄液也可以损这个 对 嗯 所以他这边呢 就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 所有你的损结 我都 嗯 接收掉 接收掉 嗯 提过来 提过来 现在他是选择的 加这个 加这个 嗯 那这个结 黑棋应该是不会再利了 有意思的下巴 这是 加一个是什么意思 嗯 加个等于说是 也间接补这个毛病嘛 比较难解 对吧 对 按照正常的话 应该是这么补的话 是比较 比较自然一点 他提掉 嗯 但是他认为 这个木数损 哦 嗯 将来是黑棋先手接 嗯 他有点不肯啊 嗯 实际上是加在这 那么黑棋呢 同样是把这个结 消掉了 消掉了 然后白棋就选择了 沾 嗯 我强了这个沾 嗯 沾上 然后白棋脱线了 哎呀 这个黑 白棋也下的是 很有意思 给放弃掉结了 啊 对 收脚 嗯 收脚 那这个其实 这个 这个左上角的 这一个大型变化 是告一段落 嗯 赵老师觉得这个结 双方得势如何 嗯 等于从黑棋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比当初单 你不拖到单补的话 应该是厚一点 嗯 嗯 这是厚一点 对 他毕竟是拔了两朵花 对对对 这我摆起来说 第一 他这边 让你通过打击损了 嗯 损了不小 其二的话 他通过这个斑 沾 就占了便宜了 是 嗯 然后还抢到了一手棋 这个一手棋 本来就是白棋先手嘛 对吧 本来我什么都不走 我补一个 你补一个 也是我先手 是 先后手是一样 但是唯一 我有点疑惑的就是 呃 白棋的这个加 如果同样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选择搬在这呢 同样是选择加班还是加 对对对 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准备放弃这个角 对吧 我补一个你提的时候 那么周围摆起来说的话 他是有选择的 是同样会补这个毛病 嗯 是我捞实地呢 还是走外面呢 如果是您的话 我觉得这从更加怎么说呢 嗯 嗯 比较自然或者是就是说正常的角度来说 好像似乎应该走外面大一点 嗯 因为这个毕竟是没空的 对吧 你准备打吃的话 我沾上 将来的话我这一加 我还是可以可以继续走的嘛 是的 对吧 这个木树木树不是很大 嗯 确实是啊 加点二路是比较难解的 嗯 可以我们现在其实黑棋随时可以先手打掉 对对 呃 可以看做白棋 究竟是 但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也没必要补了 嗯 如果它打掉的话 但是这还是有必要 为什么当黑棋就跳过来 你再补的话 我再跳过去的话 哦 整体有点 整体是危险 嗯 矿体的话 你这个下层不能 就是这手机随时都是有一手机价值的 对 关系下不了这样 你不能直接走这个 走这个我就不沾这个了 对 你都不走的话 我就直接走这个了 是吧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嗯 当然我们也说了这个木树并不是很大 那么李氏是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嗯 经过后面的话 我仔细感觉了一下 就是看后面的进程了 我觉得它这个不只是一个捞木的问题 它是垫着黑棋这一块的问题 嗯 它想冲锋巴挥它这边的后势 对吧 因为你这个打击的话 你使这个 等于说是使我这个撞后了 撞后的话 那么你这边就会显得薄一点 嗯 它这个姿态是一种进攻的姿态 是的 前面邵老师也说了 李氏时的棋啊 是那种绷得比较紧的 对 对 比较追求高效率的一个棋手 嗯 是 他其实补棋的 补自己的同时 他还盯着你对方的毛病 对 别看你这一块棋 嗯 这么长 对 眼位 眼位 还没有完全的看清楚 是 但甚至的话 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的话 如果我能这边把你再逼回去的话 不是很愉快吗 那你自己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如果再苦活再补一个 哇 那么我这边就省一手棋了 多余快啊 那是 但是从后面的进程 我看了的话 李氏连这个都不想交换 他觉得卖变化了 哦 他觉得不让你这个 委屈求活都不肯 对对对 比较狠啊 相当的狠 从某种意义上的话 他是在引诱你跑出来 引诱你跑出来 嗯 按正常的话 这个我觉得白起来 这边还是一个交换一个 比较合适 对吧 嗯 这个 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 提掉这个 黑棋要做活 似乎还得再补一手 对吧 这个再撞的话 因为太厚了 嗯 因为太大意义 是的 是的 但是他不肯交换这个 嗯 他觉得交换完的话 让你做活 他心有不甘 是 嗯 就像您说的 这个 因为刚才打劫 黑棋损失的这几手棋 不仅是木树 嗯 白棋啊 白棋装的非常厚 对对对 白棋要充分利用的 因为一路都是紫 对 因为本来 如果没这个交换的 你压出来 对吧 没有交换牛 你飞外面的话 你一扳或者一靠的话 这边是有 很软 对 有眼形的 是的 而现在的话 那么白棋完全可以放开的 根本不用扳这个 对吧 飞这个就行了 你撞的话 那么应该是白棋 很高兴的 让你在这边心里吃 没错 没错 嗯 就刚才黑棋打劫 损的 也很大 真的是 很心痛啊 所以说我觉得 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当白棋 打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从这跑出来 似乎更有韵味一点 有可能 因为这边的话 白棋一手是补不掉的 是 对吧 你无论你如果沾这个 将来黑棋有这个打劫的可能性 所以你没得动 那么我这边的话 没有有许多余味的时候 我这边先把便宜拳占尽以后 是 可以向陈瑶也推荐一下 像这样的话是比较 比较复杂 比较乱 这个是白棋 白棋走 引蛇出动 对吧 那么 要你跑出来 让你想这个 这里是不是也必须要跑出来 机会很合适 嗯 这个是很想跑出来 如果你 白棋补这个 那么 跟当初的作战方程很不一样 那对 那么被黑棋 反攻到转了 所以它是必须得 断 必须要断 这也是双方的极锁 嗯 走 嗯 其实这个 这里的攻防还是看 比拼一种力量啊 对 中盘的战斗力 究竟是谁攻谁 是 还是用力量来说了算 对 体调 在做火 这个体调 嗯 也是没有办法 看起来 总觉得 发了一手棋 两手棋 在这个边上 中斧是 黑棋 先一手 然后先又交给黑棋一手 嗯 总的来说 应该是黑棋 更有力一些吧 难道这样 还能攻击黑棋吗 嗯 如果这边的话 最终变成白 黑棋供白棋的话 那么应该是 白棋是失败了 对吧 因为白棋当初的话 完全有条件 先把黑棋封在里面 是的 让黑棋的话 自己去活 对 这一棋 你还得再补一手 嗯 白棋 黑棋委屈作活 白棋刚才是 有一手棋 已经先脱先了一手 对 那我们看这里 究竟是谁攻谁 对 走 看两位棋手的表演啊 这个是黑棋 必须要出来 嗯 按照如果 我们当初的这预算 如果在飞的话 去下部黑棋的话 那么黑棋 极有可能是这种反击 对吧 靠这个或靠这个反击 陈耀业 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啊 我问过一些棋手 他们评价陈耀业 说陈耀业 局部的 这个敏锐度特别高 嗯 对局部的一些手筋 手段呀 陈耀业是 超一流 超一流 嗯 其实这方面的话 超一流都还是不少的 还是不少的 还是不少的 嗯 陈耀业的话 其实对局面的一个 把控能力还是挺强的 特别是在后视和实地之间啊 他有天生的那种敏锐 敏锐的感觉 这个 竟然大家认为是他那个 喜欢实地 嗯 但是他该下后的时候 他也是很果断 嗯 很果断下后 这里陈耀业原来 大家对他的印象 总觉得他是比较偏爱实地的 嗯 这个印象不准确 但是现在对 连这个陈耀业自己呢 也反驳这种意见 他说我的戏风啊 早就改变了 这两年 你看我的戏风 已经越来越均衡行了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并不是这两年就改变了 这与生俱来的东西 这个就像李适时 他说我为什么要战斗 嗯 因为我喜欢实地 哦 我是为利益而战斗的 嗯 嗯 呃 并不是说我真喜欢 如果你把你的实地 都送给我的话 我也不想战斗 我也不想 但对手也不答应啊 对对对 这李适时认为 他的战斗的话 他是自慰行为 哦 你们都认为 他战斗是故意挑衅 嗯 他是自慰 他觉得这个实地 你怎么能不给我呢 是是 他是这种 应该我的 这应该受住我的 对对对对 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啊 对 但陈耀业的话 他的棋 我也听一些 就是说跟他同年龄的 一些棋手 嗯 当然也是水平高的棋手 说陈耀业的棋的话 在目前的棋手里面 属于比较均衡的 哦 如果认为陈耀业 是比较横控的话 嗯 那么横控人很多 那陈耀业 我觉得还是挺挺著名的 因为他和崔正汉 有一段时间是 刚好是 比分是九连胜 对崔正汉 嗯 所以大家那会儿 给他起了一个 不是很雅的外号 嗯 不是很雅就不说了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特别偏爱实地 嗯 这个我觉得 起在外号的人的话 他对棋不算太了解 对这个高手的棋 嗯 就是说这个也 相对而说不是太了解嘛 我觉得这个因为 你不能简单的看一些 比如说这个起手的话 下载二楼的概率 或者什么的话 有时候妙手的话 就需要载二楼 对对对对 这个不能光看一种形式 不是看起盘 他先了后洗 就判就端定他是 呃 这个什么地铁流啊 什么的 那那板田的话 那个时候 治孤流 那比陈耀业捞空捞的猛多了 哈哈哈哈 这都是高手的看家本领 嗯 这是一个必备的 任何起手的话 他那个治孤的话 都是他一个基本功 是 接下来 嗯 接下来的话 白起是选择了 管制这个 嗯 这管制说实在 也是很痛苦 为什么呢 这个白起 黑起 白起的形状的话 都在 紫下的话 都是在黑起 最铁的地方 是吧 最厚的地方 嗯 所以说 从效率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低的 但它唯一的一个作用 就在于 要对这个产生一种 攻势 攻势 这个头 稍微宽一点 朝中复 嗯 点 但是如果攻不到这几个的话 那么这几个的效率是很低的 没错 点 手 手 成 这个是比较愉快了 嗯 黑起 完了以后 黑起选择了 跳 嗯 像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攻手是逆转了 逆转是指 现在是黑公白 对对 很显然 因为这个黑起的白起 这块没眼形 嗯 第一没眼形 第二的话 这个黑这个是活的嘛 对吧 你知道风暂往活 这花一手就能活 我活 你必须走 不然的话 这个打湿的话 嗯 这不活 你走的话 我随便补一个 随便补一个是活起 肯定是活起 啊 黑起等于有因 局部是一个 有一个 花一手 其实能做活的 但是白起这个 花两手去坑的话 也做不活 做不活 然后白起 局部是不活的 局部跟这块比 对吧 所以更厚一点 那由于黑起这边的话 还有一些借用 对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白黑起的话 更厚一点 嗯 所以像这样的话 应该是 嗯 攻手好像有逆转之前 跳 嗯 对 板 嗯 嗯 板的话排起 也是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呢 不走 推起 便回去了 走 又是你在后面推车 比较忌讳 因为这个是没有任何指向 好像是在搬黑起忙 对对对 将来还是留一个 嗯 有一个隐患 你不走 我再拐 你还在 你这个 嗯 虽然你 你不展示不用 但是你这个还是薄啊 是 我这边一有纸的话 你就得 就得练回去 反正总是欠一点 对 就你走价值不大 我走的话 好像 没受气都很 都很大 你还很难受 嗯 但这个又展示不用走 哎呀 这个 所以说下了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黑起不错的局面 嗯 也就陈腰液不错 现在 嗯 但是尖冲 尖冲 排起 暂时先不理了 先处理这边 他瞄着 那个白起的落点 嗯 他认为单纯的话 如果拔这个的话 把白起在顺便加货的话 他不舒服 是 他要求最高的效率 飞 白起的补也是很有意思 他是 他双的 哎 他是 哦 前面是交换了 走这个 走这个 他走这个 黑起搬这个 对对对 嗯 他会走这个 然后黑起 109飞吗 是是是 是吧 109 嗯 从110 定 定这个 嗯 顶这个的话 他也是想 还有一个袜段 嗯 瞄着 黑的弱点 嗯 原来这时候选择了爬 其实我觉得不爬 贴这个也很厚 就直接把它打回去 打回去也很好 因为这个的话 它虽然 以及蓄力的话 这个本身价值不大 因为现在这个 袜呢 因为黑器上面 还留一个活旗的 这个 后门 但是不是那么 紧急的补 嗯 先把这边打厚 打厚也是可以 如果打厚过来 那就是 白器一个人在中 扶持孤了 对对对 这样的话 彻底厚了 嗯 当然是 成仰液这个也是很 比较狠 嗯 捞啊 继续捞 捞实力 嗯 拐出来 拐出来 嗯 还要纠缠你 这块黑起 不能让你联络 对对 他如果放弃 对对这块的攻击的话 那么 又推了一把 再推一把 嗯 很损的都是 点 这个点的意思 点的意思 如果你沾的话 它也可以考虑挖成这个 把你点重远 它便宜了 哦 嗯 因为如果你现在挖这个 大吃 走 沾 沾 断的话 以后再点的话 它也可以挡在这个 不可能沾了 对 它不能沾这个 这边的话 有一个次序 对 次序 这个小巧的手段 挡住 挡住 冲 走 挖了以后 选择了 扳 这扳的话也是 也是补强自己一个下方 嗯 也是形状 嗯 形状 它最重要的是 它这边亮出了一个杀手锏 嗯 接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摆起 挖 嗯 这个挖什么意思呢 可以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 嗯 首先是分段 第一个目的就是分段 对 对 如果单纯这种段的分段的话 那么 黑棋 走 立 走 牵 它做活 也能够 对吧 这个白棋的话 这个分段黑棋没有意义 是 是吧 它这个活气 然后你这边 把自己都撞薄了 哎 它现在在虎视牵手吗 这边不是白棋有一个 嗯 它不所谓 它主要是活气就行了 你如果杀它的话 它一打这个 你不能沾 哦 嗯 所以说你基本上的话 你也是 等于说是 也是一自己做过第二破 也那个下方 嗯 是 如果单纯的 简单的分段黑棋 那白棋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那它想追求的是什么呢 挖 对吧 如果你 捕活 嗯 那么它就 从这边就练回来了 是吧 它一手气的话 都不了不得了 对吧 这个 它这会儿就练厚了 如果你 吃这个 粘上 它可以断这边 不粘了 直接断 断这边 大家注意啊 它是断这边 这什么意思啊 它这两个是活 活齐 它告诉你 这两个是 我是活齐 我打吃呢 可以打吃 它粘上 粘在这儿 你敢提吗 哦 已经 你提得很急了 等于说是 提这两指 对这个 断点没帮助 对 大家看出 如果这两个 没交换的话 那么这个你 这个一粘 你这边还可以 做得很长 对对对 它这交换完的话 你很厚了 很厚了 有什么问题 就这两个 它就活齐 嗯 而如果没有挖这个的话 那么白棋 黑棋直接打这个的话 你再挖的时候 黑棋断断 不会打上面 它可以打这边 是吧 是的 我先把确保 这两个吃掉以后 我再做活 嗯 这一个很 次序上的一个 巧妙的手段 对 所以白棋挖完 再断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局部的一些下法的话 应该是出乎 陈尔叶的意料之外 我觉得理事实 经常会走在一些 你出其不意的地方 下出一些 出其不意的手段 对 前面王伦还说 是陈尔叶在局部计算的话 应该是很强的 但是刚才邵老师也说了 有太多的棋手 局部计算都很强 相对而说 我觉得局部最强的话 应该是李诗史 李诗史 李诗史 这方面是 嗯 等于说是超乎常人的那么强 太敏锐了 敏锐 嗯 这就是天才 嗯 天才 走一个 再断这个 断这个 嗯 单提 单提 然后下粒 下粒 大家注意 这个围棋还是很妙的 连过来之后 经常为什么 据说为什么不打掉 完了以后再挡这个呢 你打掉完的话 你吃这个吃不掉 它这有斑 嗯 对对 因为这有吃 你吃这个三个吃不掉 为什么不打完再挡这个呢 那打完挡这个的话 白棋是可以 吃这个 摔着的 摔着的 嗯 这很有味道 摔着的 那么它被这边也厚了 然后这边还留条厚路 是 它单挡的话 那还好 为什么不能吃它这样呢 对啊 我也想问 这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围棋的一个妙用 嗯 就把这个气紧着 白棋 黑棋 不会断人打这个 因为这两个打的话 都是先手 是 那么黑棋可以先 一路斑 一路斑 哦 问一下白棋的硬生 这很有味道 嗯 我 对我现在看出来了 我如果要是拐的话 对 那我顺势就打这个 顺势再打吃 对吧 就等于 我打完有一斑的时候 你不会拐这个 你肯定打这个 这就是围棋的一个局部的一个 大家有没有感觉在这里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 嗯 那么 非常的 白棋要 味道 主度黑棋 嗯 那么只能 摔着了 打吃 因为摔着的话 它这个一斑 练不去了 是 你只能 打吃 打吃 当你打吃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个 黑白棋 咱们经常说围棋的棋子 嗯 铺这个 就这个是很有韵味的 这就围棋的话 就跟别的棋类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 这个铺的话 大家一定要体会一下 你如果肯捉摸 嗯 仔细的去 去想 嗯 其实你一想不到的地方 其实很容易就放过的地方 对 其实是隐藏了很多妙味 是 这就是对棋手 就是一个基本功 什么叫基本功 就是小时候 大家这种子活题做了很多 这种巧妙 虽然这话跟这个局面不一样 但是巧妙都一样 就是一看到这种局面 它的低感 脑子低感 就会有一些手段 马上反映出来 对 条件反射一样 就你会铺跟不会铺的话 也许就绝对了这盘棋的 胜负的走向 没错 嗯 你看铺 你踢这个的话 那么它这一提 那等于什么结果呢 等于你还不如当初提完一个 我走这个 是 你自己铺了一个 你还铺了一个后手 对 还铺了一个后手 送一个 如果你 提这个的话 那么它这个再到铺 这个味道全都出来了 嗯 这里必须要给大家做个说明 因为太妙了 太妙了 嗯 那我们加快一下进程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般其实太精彩 是这样的话 是单挡 先 先先回去 现在白琴是留了一个后门 留了后门 去做活 做活 做活的话 白琴也没有选择简单的补活 它继续在这边动手 动手 靠 靠 因为它这边的话 充分利用你这边的一个弱点 它是扳 扳这个然后断 不过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作又被逆转了 又被逆转了 所以本来是黑琴应该公白起 是是是 嗯 所以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 呃 陈瑶也好像是在这个局部的话 好像判断有点失误了 嗯 特别是这个爬的话 似乎显得好像有点 有点误判 好像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爬 马上就被李诗诗抓住了这个毛病 对 这个挖的话还是相当的漂亮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不但把黑琴 嗯 切断了 同时的话 让黑琴这边的气变紧了 这就重要的 同时他还残留着自己的一个联络 是 嗯 李诗诗依然是很强的啊 世界一流的气手 敏锐 你看他这个这边的下法 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下法 而他往往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说 不用太花脑子思考的问题 因为他本能就是这么下 嗯 好 陈瑶也为了是自己加强放弃了脚步 放弃实地 大家看本来的话 这个一爬一飞的时候 那是认为最起码三十五 对啊 是 现在的一看 这个空跟我这个空的话 好像 这个空一相提的话 没剩击不起了 那么现在黑琴 时空落后 需要对白琴 产生不动攻势 同时的话 黑琴这个打击 好像不见得有把握 是吧 对 4142 他哪里交换了一手 是哪里交换了一手 嗯 对 在这里边粘 粘 粘断 再把这里粘上 嗯 粘上 黑琴呢 是在这里需要反击了 像黑琴是放弃了 放弃了脚控 对 换取了这个后时 它的 所以 你趁要追求白琴的这个 嗯 毛病的这个弱点啊 是是 嗯 要把这个实力的损失 挽救回来 因为黑琴粘这个 有一定价值 为什么粘完这个以后 这里有个眼 嗯 这样你如果立的话 它这边已经活起 然后它这边可以做点门杖 对 现在白琴是欠一手棋的 棋 它要提结 它希望能先手补 对 它希望能先手补 如果你不走的话 它甚至它认为 它可以打这个 哎 你吃 它提完以后 你再做活的话 这个木数差很多 是 最起码查出一个贴幕来了 是的 嗯 所以这个节的话 黑琴粘很紧啊 要绷住 这现在又形成一个阶 看 你看李诗诗怎么搞的啊 这个挡的话也是很强的 那虽然它沾这个的话 可以少一个节材 但是他认为 我挡完这个 你这个损失更大 这边的气 紧了一口气 提 然后李诗诗选择了 点 嗯 他认为这是节菜 点完以后 准备再提那个 选择了反击 扳 扳 起 双方仔 这里是不肯啊 不肯轻易的就范 对 站这个 这个李诗 站上 哇 相当的强烈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等于说是这边拆手棋 现在白棋这边拆手棋 中间 现在监到这里以后 现在黑棋下面几个子马上变薄了 但中腹究竟是什么情况 还是看实战 实战 这个 冲 李诗诗选择了 第一 我把你这边的木全破了 对吧 同时我这边还残留着一个家 第二的话 我要对这边倾行一个打击 这棋下的很刺激啊 就是说 太刺激了 那块棋的话还保留着 已经展开一个反攻了 这个截先是悬二位决 中腹呢 已经 这个 这个攻守呢 眼花缭乱 已经看不清楚了 但是这块棋变强了 大家会发现啊 因为白棋的话 这边已经留了个家 对 本来是黑棋需要通过攻击这一块 破例 那么现在白棋 这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白棋 还要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白黑棋提了两个子以后 这边也非常厚实 厚实 因为它这个以后再提过来的话 这个对白黑棋是毫无影响的 对 已经活了 将来这个段打 因为它这个先手 所以展示还五万 这个先手 五万 展示五万 有一个先手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再摆一摆 这个很精彩这扳棋 它是选择了拆 拆 拆 补活 白棋认为只要我一补活的话 你这边的话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是 咱们从控上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摆起来可以 是吧 飞棋的话 这边也只是有个左上角的一个视角 这边飞出来 飞出来 这一串白棋 还是有点固 有点问题 对 没有联络 不是 不是 它是 从这边来 是这样子的 我第一感以为是飞出来 飞出来 它牵这个的话 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是主体 是吧 下面都是一些小地方 对 它需要 放在这儿 让你连回去 你连的同时 我自己也走后 它那个让你连回去的话 这个想法不一定正确 它是不让你连回去 还不让你连回去 它是要求是 把你切断 看似连回去 冲锋利用这边的后视 如果能把白棋切断 去掉的话 当然黑棋的话 故事又逆转了 为什么呢 这个固棋不但活了 而且把棋切断了 这边先弯一个 弯一个 这个是下得很刺激 这个双方的话 也下得很激烈 像是在打姜 撇过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冲 冲 我们还是看实战 邵老师 这个暂时的话 是白棋死了 现在已经冲过来了 这一代有什么变化吗 靠 靠这个 哇 那这就被吃掉了吗 它这边有借用 有借用 如果这一代有借用的话 它现在白棋是准备 强杀下边的这块 对 它认为就是说 这边我可以占点便宜 占点便宜 只能是占点便宜 翻 吃 没有 交换了一个 我想是应该 就是在哪里的线索 对这个 是 因为这边的话 是不是 还有冲 如果你这边冲 它是不是对这个线索 打这个的话 你这一粘的话 你就死了 是吧 它这个一粘的话 三气两气 对 所以它这边 现在坚化一个 放这个盲 护一下自己的短 贴 再打吃 打吃 然后这边 这个也是下的 很狠 它不让它活 不仅仅是要占点便宜 如果简单的话 这个的话 那么应该是没问题 是吧 你要这样合的话 这好像整个空的话 应该是白的还不错 这全盘的话 这样的话 黑漆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吃 这边可能是这个 最后的一个战斗的地方 对 嗯 斑 这个 有个打吃 沾上 切断这个 所以说它有糊的话 也是鲜味 有鲜味 嗯 那现在挡下来 笔气是怎么会撑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笔气怎么回事呢 本身一拐 一圆 好像像是 怎么觉得 白气气长啊 对啊 对啊 这个不是有点吗 对啊 感觉白气气长啊 这白气长 不能吃掉黑气吗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像 咱们也没法在这边 细细的给它 但是照在架势完 应该是黑气吃掉白气啊 是吧 对啊 嗯 为什么不团一个呢 奇怪啊 团 扳吗 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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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吃 扳的话 不不你只能走哪个都不行吧 这个似乎是吃掉 有疑问吗 这个白气气长啊 这个好像挺明显的气长 为什么 我们哪里会 我们先看它实战少老师 要不然我们先把实战给大家介绍 先给观众朋友介绍清楚 实战呢 我们起步上显示的是 现在 抽 粘上 然后 黑气 弯了一个 弯了一个 把这个跑出来 这个气是收不住的 嗯嗯嗯 对 一二三 一二三 如果你长这个的话 它压也可以 是吧 因为它收气也可以 因为你这个字的话 气是不够的 那么现在又在这边的问题 是吧 它实战 起步上显示是 最后一手棋 黑气是弯在这里 因为 三气对三气 你收不住黑气 对 所以 当弯到炸的话 这盘其实是 黑气中盘胜了 嗯 就是陈瑶夜 直黑中盘战胜了李诗时 嗯 赢得了这盘 中心北京队 对广西华兰队的主将之 的胜利 嗯 所以我们还是有点疑惑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的话 也只能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 把这死活题交给大家了 交给大家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 嗯嗯 直播的时间呢 很紧 就就给我们 给我们这么多时间 我们按照旗谱呢 呃 给大家还原的 嗯 这个实战是这样进行的 当黑气弯到这里是 陈瑶夜获胜 获胜 嗯 最终的话等于说主将的话 等于陈瑶夜 北京队主将已经是先得一分 主将很大呀 一盘盯两盘 对对 然后剩下的三盘棋呢 呃 目前还没 我们还不太清楚结果 嗯 所以说我们先把就把这个盘棋的悬念 留给大家 是的 这里的死活到底怎么回事 对吧 嗯 好的那我们这盘棋呢 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稍作休息 一会回来 谢谢大家